在五天之内发生三次道路出现坑洞 那么更夸张的是 交通要到文新南路 有车辆掉进坑洞里面 由于这处路段 以前是土质松染的农田 所以市政府除了紧急抢修坑洞之外 也封闭前后700公尺长的车道 并且汇同了土木济湿 进行精密检测 要确认是否还存在 破洞高风险区域 车流量大的文新南路 内侧1.5个车道 驾起围离封闭 长达700公尺 因为这处路段 有路面下陷的风险 台中市五天内发生三次道路下陷 先是在文新南路破第一个洞 导致一名灵性女子 连人带车摔进坑洞 隔天在中明南路自来水管爆裂 路级掏空 16号下午 文新南路又出现坑洞 当地居民现在经过 文新南路都要绷紧神清 不敢走这好路的内侧道 之类的一些流言 当地民众表示 文新南路曾经是农田 土质松软 加上连日大雨 可能因此造成路面下陷 但真正原因是什么 市府会通土木济师检测 要找出答案 转机去转那个地方 看看可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直接去取样 去切片那个意思一样 只是检测时间可能长达三个星期 如果需要进行修补 车道封闭时间势必要延长 当地民众看到路面下陷已经够惊慌 现在车道又被缩减 上下班车流大回堵 怨声载道 华世新闻 黄丑银 张春风 台中报道